央行宣布升息半碼 让房贷学贷族崩溃 是否因这波电价涨幅超乎预期 才要升息抑制通膨 我们要谢谢全体国人 还有台湾的企业 大家的努力 使得台湾的经济 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大家也都知道 昨天股市也超过了2万点 那在这样的一个经济 蓬勃发展的这个情况下 那央行也会考虑 台湾的整体经济发展的情况 由理事会来做最后的决定 升息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对于一些弱势 或者是对于劳工 或者是学生 受到影响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今天9点钟的时候 也请政府院长召开 各部会的联席会议 我们来考虑对于这个弱势 还有青年就学贷款 还有这个清安的购物贷款 以及劳工纾困贷款 还有这个企业的纾困贷款 这个部分 我们会来研议 怎么样由政府来协助 他们或者是我们减息 或者是让他们能够得到政府的补助 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 升息的过程当中 在专业考量之后 我们政府也会对相关的弱势 相当需要特别照顾的这一些族群 来做最好的照顾 让他们也能够在这一段期间 都能够不受到这个升息的影响 对于这个台铁公司 大家都知道它是百年来 台湾最重要的运输的工具 每一年都运输了这个 大概超过一万次的这一个人次 但是为了要配合政策 以及它的社会责任 台铁的这个价钱 票价28年都没有涨 那我们为了要让台铁 有更好的营运 我们也让台铁公司化 所以未来台铁的这个票价的这个调整 我们尊重这个公司的这个决定 但是我要在这里跟各位民众说明 实际上我们会继续来推动 这个TPES的这个制度 让这个所有同学通勤的 这些年轻人 还有的这些同仁 国人 大家都能够得到 很好的大众运输的运费上的保障 那对于电价的调长 我们一再的说明过 有电价审议委员会 今天会来做相关的审议 那这个审议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兼顾到照顾民生 以及稳定 这个物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来考量 那只要会议完有什么结果的话 我们也会再跟大家说明 但是我们也会特别对于 需要照顾的这一些团体 比如说龙鱼或者是这一些医疗机构 和这个社会福利机构 等等的教育机构 需要再补助的地方 我们也会再加以考虑 陈中燕弹劾案 未通过蓝营怒轰 监察院半蓝不半绿 并点名11位不同意弹劾的监委 列为永久黑名单 请问院长看法 司法院是按照这个宪法 还有监察院 保险监察院是按照 这个宪法跟监察法 来实施这个独立的 这个裁判 那我相信我们行政机关 都会尊重这个监察院的 这个任何的决议 就会尽量的决定 这个决定 是在决定 在决定 在决定 这一八天 我相信 就是 就会尽量的 这一八天 就是 就是 对